华为公主孟晚舟最近成为全球热播的新闻人物 那么加拿大以美国的要求在转机的时候逮捕了她 后来以折合台币2.3亿元天价保时金战时获释 但是呢必须要战时带着电子脚镣限制住居 就像个重刑犯一样的屈辱 那么接下来还可能引渡到美国受审 如果罪名确定的话 那么最高将面临30年的重刑 这则真实新闻充满了戏剧张力 有富可敌国的大企业 有聪明貌美的接班人 有商业机密跟国家安全的冲突 还有两个大国之间斗智斗勇的剑拔弩张 美国总统川普毫不避讳的表示 如果这个案子对于中美贸易谈判有帮助的话 那么他会介入 而大陆方面反应也很强烈 这也使得两边的企业界风声鹤唳 像是美国矽谷的网络巨博斯科 最近又提醒员工没事不要去中国出差 而大陆富二代也考虑接下来不要去美国了 而是改到别的国家去留学或者制产 好我们继续来看这个新闻当中的主角孟晚舟 那么她是华为创办人任正非的长女 因为从母性她的个性的神秘又低调 所以在华为任职很长一段时间 大家都没有发现她的真实身份 被戏称是藏了20年的公主 任正非曾经说过 自己的最大的缺点是不懂财物 所以她栽培女儿补强了这个弱点 孟晚舟今年46岁 目前她是华为的副董事长兼财务长 被认为是任正非的接班人 但她出生的时候可没有含着金汤匙 因为那是她家里经济上最艰困的日子 进入华为之后 她从基层开始做起 是华为草创初期三个小秘书的其中之一 不过她说接电话打字 这些打杂工作对于她日后商场上 直接面对客户很有帮助 但这次的被捕有可能打断她的接班之路 零星的几张合照 华为创办人任正非与孟晚舟 中间总是要隔着几个人 透露着四亲非亲的疏离 任正非最落魄时 遇到四川省长孟东坡的女儿孟君 第一段婚姻几乎算入坠 却也成就任正非的崛起 身为长女的孟晚舟 经历了任正非最艰困的时刻 任正非创立华为到处出差 小女孩一个月顶多见过父亲一次面 直到16岁 孟晚舟决定跟母亲 当华为还是200人的小公司 她避开了公主特权 当过打砸小秘书 协助销售 负责打字 还要接总机电话 自觉对财务的不足 攻读会计专业 再重新回到华为 正确的选择 必须基于我们对未来准确的判断 我们才能做出正确的选择 沉着 聪容 说话节奏快 公开场合选搭色彩鲜艳穿着 塑造精明干练形象 孟晚舟花了20年光阴 她挨过了慌张无措的时刻 一步步爬到财务部门的最顶端 补足了任正非最不懂的金融 孟晚舟在公共场合 几乎以润总来称呼父亲 2013年之后 才渐渐有人知道 她是华为王国的大公主 掌控着大经脉 孟晚舟罹患过甲状腺癌 2011年动了手术 偶尔流露出难得感性的一面 她喜欢普罗旺斯的薰衣草田 在温哥华至产量处 价值合计超过5.1台币 暑假一定抽空 再次共度亲子时光 如今过境加拿大落难 法庭上听法官检察官对话 不时低头做笔记 看似冷静 终于等到法官宣布高额交保 孟晚舟激动哭了出来 素颜的她紫色运动服保持坚默 依旧从容 发了朋友圈报平安 我在温哥华已回到家人身边 不忘感谢公司与国家 37个字看似瓶颈 图片却选了知名芭蕾舞者 满是疤痕的脚趾头 淡淡的字体 伟大的背后都是苦难 相较于任真飞与第二任妻子 所生的小公主姚安娜 20岁考进哈佛 主修计算机科学和统计数据 在哈佛中国论坛 担任市场和财务总监 这边上次就有很多钻 然后还有很多就是三个钻的鸟 我这个珠宝好像就是 之前是一直站在卢浮宫里的 她还受邀全球十大奢华 晚宴之一的巴黎民园舞会 据传连美国总统川普的女儿伊凡卡 都曾被拒之门外 任正非相当疼爱小女儿 为了小公主参加舞会 特地溢架三口接受欧洲媒体专访 已经74岁的任正非 孟晚舟事件打乱了华为接班人计划 更让这个神秘家族统统曝光